或者是希望呢 如果说我想要把 因为其实这个程式里面 光这一段 我觉得里面至少就有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 str 转型 那有的时候常常同学最容易忘忽略的是转型 如果没转型串在一起就出错了 OK 那他也会告诉你 如果你出错 他应该跟你讲说那个什么 type layer 有没有 如果你看到 type layer 那也表示说你 程式里面没有转型 那所以第一个 我习惯是把这个先Ctrl 1 就是注解一下 因为我先跟各位讲过 如果我修改之前 我会先注解 然后再改 我不会直接删掉 因为删掉如果到时候 你改错了要回来 哇糟糕 程式被删掉了 就没办法回 回不去了 所以第一个 我把这一行固执下来 那改的方法基本上就是这样 Fall match的话就是 前面是他的格式规则 后面的话再把变数 放到这个规则里面 那这个规则里面的话 只要是大瓜糊 那就是可以放变数的地方 所以基本上 我先做一次给各位看一下 你会发现 其实应该Fall match还蛮OK的 首先第一个规则是什么 它里面应该是1乘1等于1嘛 所以呢 里面的话基本上会有 那个1其实是放I 所以我们先大瓜糊 也就是说呢 只要是个变数的地方 你就可以放一个大瓜糊 来表示 那前面是因为要取到小数点第二位 所以会有一个冒号点二F 可是如果你假设你不要格式化 到小数点啊 或者整数 反正你就是只是一个变数 你就大瓜糊就可以了 然后 这个大瓜糊 直接可以跟你要的字串 串在一起 没关系 比如说1乘1等于结果 所以呢 你会发现 它这个地方呢 我们通通可以用大瓜糊来表示 你将来要放的这个资料 那尾巴的话呢 是放反斜线T 那也就是说呢 将来那个变数用大瓜糊来代替 也就是不需要转型的 直接用这个大瓜糊 OK 接下来的话 不过你记得 一定要把它放在一个字串里面 OK 所以这个字串就是 大瓜糊乘 这个大瓜糊等于大瓜糊 反斜线T 那尾巴的话呢 就是再加一个点 Format 那因为总共会有 有三个那个大瓜糊 所以Format刮糊之后里面 请你给 如果有三个大瓜糊 Format里面就要给三个变数 那第一个变数放什么呢 放I 所以你直接 先放I 他就帮你把这个I放到第一个大瓜糊 斗点第二个放锥 他就会把锥放在第二个大瓜糊 斗点第三个是I乘锥 他就会把I乘锥的结果 放在第三个大瓜糊 这样子的话呢 就完成了 也就是说前面是格式 后面是变数 OK就把它放进去 两边可以把它隔开 我觉得这还蛮方便的 因为这样的话 你可以不用管说 你到底要不要转型的问题 不然的话常常就忘了转型 而造成程式发生错误 而且你会发现 上面的写法跟下面的写法 感觉下面的写法就分得很清楚 前面是格式 后面是资料 有没有 这样的话把它分开了 其实程式设计里面 也慢慢会走 就是资料跟格式是分开来的这种路线 不然的话你全部混在一起 很累 OK好 这样的话改完了 看一下 这有没有 1乘1等于结果 1 然后反斜线T OK好 那这样的话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结果应该是一模一样 把后面 3个变数加上去之后 可以得出来结果 也会是一模一样的结果 OK好 所以请各位一起练习一下 这个format其实还蛮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 很多地方都会用到它 而且不是说只是格式化 未来跟资料库 这个format s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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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里面也有很多的变数 如果你假设不会用这个方法 那程式会写得很复杂 很容易出错 但是通过format之后 产生了sicle语法 再丢给资料库 简单很多 OK好 所以这个我想请各位多把它熟悉一下 这第一个 那第二个的话 当然如果假设你希望把这一段程式 一样两个4V圈 然后把它改成VBA的话 这概念都一样 1到9 有没有 这个1到9 然后1到9 也是让4V追 那差别也就是说 以色里面本来就已经是表格了 所以你只需要跟他讲哪一栏哪一列 放什么资料 这样就OK了 另外还有一点 那个 VBA 他比较 有人情味一点 我前面讲过 不用转型 就是说你要串资料 你就串在一起就好了 他会自己帮你转型 比如说前面是文字后面是数字 他这样OK 他不用转型 因为他说原来你两个转 那就资料帮你转型就好了 他其实很多地方会自动帮你做 那怎么写 我想这一段程式 如果更有兴趣的同学 你可以在云端或者在讲义里面 在第三单的第六 这边就一段 有没有 Sug 那这一段很简单 Ctrl-C 那我把它直接 如果你们要Run的话 可以开Excel The Visual Basic 按右键插入一个模组 把这一段贴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样很简单嘛 有没有要放这个Stop里面 执行它 结果就出来了 OK 那 至于细节 我想请各位自己再去比较一下 其实你说 VBA的4圆圈到底有什么差别 其实这样的写法 感觉好像比较直觉 比较不会像Range 你后面好像Stop 我就跟他在-1 常常忘记 那在VBA的4圆圈就是 哪个数字到哪个数字 都应该2就好了 所以其实还蛮直觉的 那不一样的地方说尾巴要加一个NAS 有没有 这个一定要加 没有加也不对 OK 那NAS的意思就谈回去的意思 其实到底是一样的 那这边我是用Sales的 这个VBA里面的Sales的一个 其实应该是属性 不过我把它当物件来看 指的就是一个储存格 哪个储存格的意思 那前面I的话指的是哪一列 后面的J是指的是哪一栏 所以哪一列哪一栏 不是刚好I如果等于1就第一列 J如果等于1那就第一栏 那个位置刚好就摆的刚刚 后面的话其实也是一样 把I串X 然后再串J 然后等于 那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说 不需要转型没关系 直接串在一起 那串的符号的话 你可以用and的符号 当然你想说老师那我可以用加 其实VBA也可以用加 只是说 如果是创文字 我是建议你们可以用and的符号 这个我把它字放大一下 那个程式部分 如果你们细节部分 假如要try的话 云端上其实有一模一样的程式 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顺便比较一下 两者之间说在有什么差异吗 倒也还好 因为有一些细节不太一样而已 那其实逻辑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说 主要的最大差别就是说 因为 Essal本身就是表格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Sales 直接输出哪一列哪一栏 然后呢 另外就是说 在创约资料的时候 在Essal里面不需要转型 不过你说老师那我想要转型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那 我记得好像在 VBA转型的函数 也是STR 所以如果你要想要在I跟J前面呢 再加上STR 也OK啦 只是说有像我的习惯是 如果可以不要写 那我就不写 因为我其实有时候蛮懒的 其实理论上 像这个Sales 创约后面 你们会发现 常常有人写的乘数后面会加什么 加点Value 有没有 点Value 或者在Range 后面都会加什么什么点Value 有没有 后来我发现 我刚刚就写会加什么什么点Value 后来我发现我把它删掉之后 还是让OK 我想说那也OK 那我就可以 能不写 我就不写 所以像我的程式很多地方 我是经过测试 测试非常非常多次之后 我发现不加也没关系 那我干嘛加 对 OK 这样反而更清爽 不然什么东西 一堆的点Value 那不是看起来就觉得很暗眼 所以我会把它删掉 OK 另外的话像VBA里面 其实它可以 它跟Python不太一样的地方 就变数的宣告 像Python是一律是不宣告的 但是VBA是可宣告 也可不宣告 就是让你可以自己选 那当然我自己选的话 可以不宣告 那我就不要宣告了 OK 那当然你说老师 那如果不宣告 那为什么一定要变数 其实如果你考虑到效率问题的话 执行效率 那你就是 比如说未来你的资料量会越来越庞大 那你可能宣告会比较好 因为这样的话 比较可以确保说 你将来放的资料到底什么类型 不过以我的经验 其实说真的感觉不出来 因为主要原因是因为 现在的记忆体都太大了 那说真的 就像说 你今天去餐厅 那个餐厅大概有一个无限大的时候 你还会想要打电话去说 我想要订那几位 我有四位 没有,你来就好了 那我干嘛打电话 你位置那么多 你宣告说 那个位置就是我的 我的记忆体空间就是那个地方 我要放资料 如果都那么大了 除非说你遇到那种状况是 可能你那个记忆体很小 会不够用的状态 或者说你要跑得更快 可是宣告之后 会跑得更快吗? 这可能还是存疑 可能还是要看实际状况而定 所以我写出来 程式很多地方不宣告 主要是我希望让程式精简一点 而且其实不影响 如果你有遇到其他的状况 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没关系 也可以再提出来讨论 OK 那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主要 就是加了一个format 这个format非常重要 以后还会蛮多地方会用到的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 如果你对于VBA有兴趣的同学 你一样可以在那个什么 开启Video Basic OK 这个有Video Basic 开发的原因 Video Basic 按右键先插入一个模组 把云端上面的那一段程式贴过来 最好如果可以你自己写写看 在第六页的地方 然后贴到这个 然后按一下Run就可以了 上面有个Run 你可以看到这个结果就出现了 OK 你把它Run一下 这个就帮你自动显示在这边了 OK 好,试试看吧